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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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來開始這個題目囉 這個題目我們先挑副第一點 我用第一點的就很難做 看起來真的蠻難過的 我們先看第二題 第二題看起來比較不用計算 所以第一點不用 但是第二題看起來 只是問我一些觀念的問題 好像比較簡單一點點 我們先來看看第二題這個題目 等一下再回答一下 他說將有關於動量還有充量的敘述 何者是正確 然後你可以先想想 你記得動量是什麼東西嗎 動量是一個描述物體運動狀態的物理量 不只是包括的速度 還包括的質量 T等於現成像的 那什麼叫做充量 充量指的是 當你去推東西的時候 你會提供一些作用給這個物體 對 那它的作用是如果你推的多久時間 能力量 存上 你作用的多少時間 S存上 delta E 那個就是你提供的充量 而你所提供的這些作用 這些充量會改變物體的運動狀態 改變東西的動量 好吧 你先把這些東西先講清楚 那題目你會開始問 所以我們可以像他說 動量的實變率 我們把delta P 叫做動量變化 這個叫動量的變化 動量的變化率 動量的實變率 還要再出一個時間 這個才叫做動量的實變率 等於S 所以A選項 P不等於所受的充量 動量的實變 應該是動量的變化 物體動量的變化 會等於所受的充量 那如果你講的是實變率的話呢 那才會是我們的換力 肚子應該多寫一個 delta P 等於J 一個是A選項 一個是B選項 一個是B選項 B選項呢 那物體所受的充量方向 跟加速度方向 也沒有相同 它所受到的 所謂的充量 其實就是你施力 作用了一段時間 對不對 你看看這個式子裡面 物體所受到的充量方向 跟物體的加速度 M A 是不是應該會相同 對不對 是應該會在相同的 那個方向上 入選項呢 動量變化的方向 跟速度 有沒有相同方向 動量變化 應該是跟速度變化 是速度變化 是加速度方向向 好 所以 Y選項呢 有一個物體 濕力體 他給別人力量的時候 他提供給別人一個充 一個作用力 別人當然給他一個反作用力 作用力 與反作用力 這兩個力量 是一樣大的 對不對 這應該沒有問題吧 作用力跟我們的反作用力 是一樣大的 那當你施力給人家作用了一段時間的話 請問你反作用力作用多久 不是同時產生同時消失嗎 所以作用的時間數是一模一樣 對不對 啊 左邊那個是 你施力的時候所提供的充量 這個是反作用力 人家反過來給你的充量 這兩個充量 因為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嘛 時間也一樣嘛 對 所以這兩個 施力體與秀力體所秀的充量 就是相等的 對不對 不對 對 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我們拿來講說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好 異點像其實有時候不小心寫說是 充量量值一樣了 可是另外還有 方向相反這件事情 好不好 這異點像自己稍微小心注意一下 好嗎 這樣有沒有做好心理準備要來看第一集 可以了 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回過頭來看看第一集這個題目 好 第一集這個題目是跟你講說 我們如果在一個大樓的頂端 把某一個物體用低頂的出租路 水平抄射出去 當我們把這個東西水平抄射出去的時候 他們一邊往前飛一邊往下掉 因為受到重力的關係 重力在這段期間裡面一直拉他 一直拉他 一直往下拉他 一直提供他充量 一直改變他的運動狀態 什麼叫做改變他的運動狀態 你看他本來的動量是這個樣子 後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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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後來 所以他的運動狀態至少速度的方向跟量值 一直在發生變化 好 那他想要請問你說 那如果我先不管方向的話 我能不能請你把那個動量 隨著時間的變化的關係圖 畫出來 嘉義秉丁物請問是哪一張圖 好 那這裡面 第一個 我們先用刪去吧 先刪掉幾個好的 刪掉哪一個 刪掉我們的甲跟 釘還是 一啦 這一條 為什麼刪掉這兩條 因為你今天如果把東西是平拋出去的時候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出動量 剛開始的時候你就有一個出肚肚的 所以出動量呢 不為0 出動量不為0 可以嗎 我們先刪掉 因為這個其實真的很難寫 所以如果你真的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有時候你試試看就是說 反正刪掉兩個 至少三個猜一個 比你五個猜一個來得容易 猜這種答案 好嗎 好我們現在這裡明確的有問題嘛 好 那再來的話呢 你說 我現在 動量 為什麼會這些時間的發生 不用我們兩個方向 一個一個的慢慢來看 其實呢 我們發現呢 在水平方向上 x方向上 我的動量 m v0 它其實是不會發生變化 對不對 水平方向上沒有受到外力嘛 Y方向上呢 則是因為受到重力作用 好 受到重力作用 所以它會有一個 從本來的出動量 是0 開始慢慢慢慢的增加 增加多少 它為什麼會變化 它因為受到重力作用 提供了多少作用 G P 對 MGT 因為重力是MG MG T 我要寫兩次 這樣寫好不好 MG乘以 T 這樣看得出來 那是F乘像T嗎 那就是重力所提供的 充量 對 所以後來呢 它的 它的 動量呢 就變成了 MG T 其實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也是這個答案 它的出速度是0 墨速度數叫做GT 對 墨速度叫GT 這個動量不是M乘上GT 也是這個 好不好 不管用什麼方向來看 一個是比次方向上 永遠都是MV 然後Y方向上的動量呢 隨著時間過去 MG乘以1 MG乘以2 MG乘以3 那合起來的總動量呢 那合起來的總動量呢 這兩個一個詩 我把圖畫出來看喔 這邊是M V0 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不是叫做MGT 所以合起來應該怎麼看 平方向再開根號 這可以嗎 合起來應該是平方向再開根號 平方向再開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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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要的動量 好 我的動量在這一個點 我就不要寫下面了 動量量值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 那圖你大家看一下的時候 水平方向上是這個樣子 天質方向上是MGT 所以我真正要的是 P 等於 M 大家都有M 我先把它移出去喔 M 然後呢 V0平方 目前應該開根號 我會先寫喔 V0平方 加上 G平方 T平方 開根號 好 我現在沒有做什麼事 我只是把式子寫下來 這一個是 MV0平方 MV0平方 加上 MGT 那平方 相加還更好 那因為M大家都有 就去麻糬到外面去 好了 MV0平方 它是不會本化 不會本化 不會本化 這個體溫麻煩的地方 是在這裡 P對P畫組 如果沒有V0 就好了 如果沒有V0平方 這一項的話 G平方 P平方 開根號 不就變成GT MGT 不就M P跟P成正比嗎 那就一條斜持線 就好了嘛 對不對 可是好像沒有那麼簡單 對不對 偏偏就是有那一個東西在那裡啊 好 先這樣畫 P 對P 如果 如果今天 沒有V0那一項的話 那你畫出來 是不是應該是這條斜持線 對不對 P正比於T 畫起來應該是這個樣子 現在有那個 P的那一項 好 那該怎麼辦 這個式子 真的有點難的話 如果你沒有那個 如果沒有電腦幫我們畫圖 如果沒有電腦 你會用電腦畫圖彈出圖形嗎 不知道 反正如果沒有電腦 幫我們畫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辦 用方格子 慢慢的描點 把圖形描出 真的是這個樣子耶 可是考試哪來那麼多的時間 不用真的描很多點 你只要大概幾個點 說一下它的趨勢 應該就可以開出答案了 不過 不過 接下來 先不掛到你答案 至少請你先幫我們 我打個拆 你覺得答案 會不會是那個斜持線那一條 那是多少 幣 會不會是幣 通常用拆也拆 也不會拆幣 所以剩下你就是 真的是跟他拚拚和運氣 剩下兩張 你就隨便拆一條 對不對 看你二分機的機率 會不會猜中 好 那如果不想用拆的話 我們來看看 這個式子看起來 還長得有點麻煩 如果我把它畫簡單一點點的話 p等於 m乾脆就取1啦 根號 1 加上 g 乾脆我也把它當作是1啦 p平方 這兩張圖畫才剩下會長得一樣 對不對 也許係數會有一點點差別 圖形的長寬啊 左右可能會不太一樣 但大致上 樣子會看起來比較簡單 如果你碰上一些很複雜的 函數圖形的時候 你應該先把真正重要的東西抽出來 那個m啦 那個g啦 那個v0都不重要 這個你就係數 你對嗎 假設這個東西指量是1嘛 對不對 然後g你就當作是 再重力加速度是1的地方就好了 v0出速度 你也當作它是1啦 它那不能是連 那這個圖會不會畫 這個圖你要先試試看 我大家帶幾個數字給你 我說 你其實真的就是秒點就畫畫看 你先試試看一件事 如果本來啊 p是1的時候 你p如果用1帶進去的話 是不是大約是根號2 對不對 你算不算p呢 會是根號2 1.414左右 那如果你有p帶100的話 p帶100的話 開根號出來 喔是101開根號 101開根號 你覺得跟100開根號 有沒有差很多 沒有差很多 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給你1萬 如果是101開根號 跟1萬開根號 你就會差別多多 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對不對 所以p呢 大約會等於100 那不只帶兩個數字 其實只要兩個數字就夠了 這兩個數字告訴你什麼意思 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你的p很小的時候 加這個1 加了很多東西 p很小的時候 加1都沒有加1 差很多 對 如果沒有加1的話 我覺得是應該只有1而已 可是加了1之後 就用數多0.4出來 剛開始的時候 加了那個1啊 你的數值整個會往上拉 很多 本來應該是 沒有加之前 本來是應該在這裡 對不對 加了以後呢 會跑到上面來 但是隨著你的數字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的時候 有加跟沒有加1 有沒有差別 後來你看 再後就是 我會從這裡 往上拉 拉很多 再來呢 再來好像 就只有往上一點點 再來呢 往上更少了 再來呢 幾乎沒有往上 所以你連起來的答案 會是哪一個 會是這裡 這不是抛物線 因為它最後會變成 一條斜持線 它最後就會沿著這條斜持線 這個答案是哪一個 我忘了 答案是那個 往上 誤選項的那一個 好不好 前面的題目 這個題目 真的麻煩 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是在這個地方 這整個圖 因為這個函數關係圖 其實真的不太好畫 那我跟你說 你就反正秒點 好不好 秒點你也不用真的 一個一個你就沒有 你先想想看 大概的趨勢就是說 剛開始你是 1加上t比方 t很小的時候 t是1 1加1差很多啊 所以從1 變成根號2 有沒有從1 如果沒有加的時候 就是t平方 t就是1嘛 1開根號還是1嘛 所以本來應該是1 在這個地方 好 那可是如果你加了這個1 是不是就變成根號2 就往上上升了 可是到後來啊 因為你後來t越來越大 100 1000 10000 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加這個1 跟有加那個1 是一模一樣的啊 你是不是應該會回到 這條直線上面來 所以你畫出來圖 剛開始的時候 往上升很多 後來偏一點點 再偏 越偏越少 越偏越少 後來根本就沒有偏的 根本就回到那條直線上面去 所以它答案其實是 5的那一條 好嗎 就是它最後答案就是這個樣 當然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這個東西 說要練實際 也真的還蠻難練的 畢竟對這種盤柱圖形的東西 練得還沒有那麼多 那真的就是剛開始 完全不放心 你就回家真的拿昂格紙 然後真的要多畫幾個點 畫畫看 應該可以畫出一條 稍微往上偏的線 它不是 再講一句它不是拋物線 這條線就是這樣子 往上偏 然後它就會慢慢變成 最後面是一條斜直線 它最後會幾乎是一條斜直線 畫不太出來 如果真的畫 畫起來效果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如果是沒有加的時候 它是畫著藍色小點點的 這個虛線的那個樣子 你看剛開始會往上偏一點 這是我真的拿真正的數字去畫出來 會往上偏一點點 然後後面幾乎是貼在那條斜直線上面 這裡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現在知道為什麼第一題很麻煩了嗎 還沒有 後面第三題也很麻煩 第三題很麻煩 我們就把跳過去 我們先看第四題 好 我們可以一直做這個很麻煩的 你們看起來就會很痛苦 我們先做第四題喔 好 我們來看第四題 第四題這個速度相較比較簡單一點 他說我如果點一個 像是0.5公斤的棒球 這個棒球被丟出去之後 使用40公尺每秒的速度 從南往北的方向 由南往北的方向 這樣子飛過去 後來呢 打擊手的棒子一揮 把那個球打得出去 所以 變成是往東邊的方向飛出去的 速度呢 能量是40公尺每秒 棒球的質量 當然還是那個0.15公斤 可是我們觀察到的這個棒球 運動狀態發生了變化 對 運動狀態發生了變化 那麼 剛剛請問你 你利用這個運動狀態發生變化 當然請問他受到作用力啦 那作用力到底是多少 這個平均作用力的量值跟方向是多少 你可以用向量的方法來做 就是 我先算算看 你看我的動量變化是多少 對不對 然後除以看看 看我跟你講 這個打擊的時間是0.01秒 千分之一秒 除以經過的時間 等於F 就是你要算的這個平均作用力 這動量變化這個東西 當你想要用這樣來算的時候 向量到底該怎麼去算 對不對 動量對我們來講 最討厭的一件事情 不是mv 是mv 向量 那個向量這件事情很難做 向量哪有什麼難做 我們在高二的時候 你們在學向量的時候 最簡單的一個方法就是 你剛剛可以把你的向量寫成 x方向上 y方向上的分量比較好 對不對 就用這個方法去做做看就好了 做起來其實比你想像中的還要簡單 好 那我們開始寫了 我們的 他所受到的作用力 是等於他後來的動量p2 減掉他本來的動量 除以經過的時間 後來的動量呢 是0.15乘上 後來的速度 後來的速度是多少 往東邊40公尺每秒 我們就當做每次方向好了 對 40 0 這樣可以嗎 導致後來的動量 本來用向量的方法來寫了 減掉 本來的動量 本來的動量 本來的直量 乘上 本來的速度 本來的速度是多少 本來的速度是 往北的y方向 好 往北方 y方向 所以就是 0 40 除以0.01 0.01 0.01 0.01秒 那算起來以後呢 前面這邊會是 150 乘上 40 負 40 40 好嗎 40負 40 然後我乾脆把150 也乘進去好了 6000 牛頓 6000 -6000 牛頓 打擊就是這個樣子 原來這個打擊手 所給的力量呢 是給了 x方向上 6000牛頓 y方向上 -6000 牛頓 可是 這樣子寫很快 對不對 我們不能把它 合在一起寫 你給的力量是 x方向上是 往右邊 有沒有正的 正的6000牛頓 往右邊 6000牛頓 往南邊 往下面 6000 牛頓 對 那合起來的力量是多少 合起來的力量 當然是6000 跟號6 如果這邊是6000 這邊也是6000 牛頓 那麼合起來的力量 然後 就是 庄程 右下方 45度 或者我說 東南方 因為他用的是 東西南 東南方 6000根號2牛頓 A選這樣那個答案 6000根號2牛頓 我們東南方的方向 如果你一開始想說 用項量來做這麼麻煩 其實我們在做項量的時候 除了用這種很純粹用計算的方法來做 你還記得嗎 我們在做項量相剪 項量的差的時候 是不是其實是可以畫的 對不對 畫圖的畫怎麼畫 你自己畫畫看 如果今天我知道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一個動量 什麼動量本來是從南往北飛 這是它本來的動量 P1 對不對 然後後來呢 後來變成是 往東邊 往東邊飛過去 就是後來的動量 那我現在想要算動量發生變化 動量發生變化 兩個項量拿來相減 應該怎麼減 兩個項量相減 樹形要把這兩個項量拿來平一下 然後讓它們頭 尾巴接在一起 對 讓它的尾巴接在一起 然後是我們的終點減掉尺點 這個數就是我的Δ 可以嗎 其實你畫路也可以畫出這些東西 還是要往東南方浪 你算是答案一定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圖就留在這個內容 你可以繼續算算看 答案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好 我們暫時先算到這個地方 剛好下課 好不好 我們休息一下 下節課我們回來 後面還有很多麻煩的題目要做喔 中文字幕 特別愛 中文字幕 公記 中文字幕 閃去 中文字幕 且把整理 中文字幕 留著 中文字幕 藝彼 中文字幕 律名字幕 翻譯 中文字幕 翻譯 中文字幕 翻譯 中文字幕 鈴